朋友们车开过来修了 然后这个静止的总成 这三门 还有这个椅子板 换一个椅子板 还有这个前面的保险刚才全部换了 再一个就是车里面的防冻液 换成零下50度的 然后配件 昨天说到了 然后我今天过来 把它给搞好 这后面就没事 这后面它这里 这个底气都没有擦掉 这没有关系 这应该就是我的配件 这是应该是保险杠 然后这个椅子板 保险杠 我看带漆都没有 这保险杠是没有带漆的 然后这是前面两个泥瓦 这就是这块椅子板 配件到齐了 然后我这个车也快要复活了 现在已经把车辆大卸8块了 然后看一下 保险杠拆下来了 然后现在再拆椅子板 看一下我这个车 我这个车辆的好办法 我这个师傅还说我这个镜子是好办法 散光的 看不到的 它这个铁皮太薄了 保如纸啊 是吧 这个铁皮太薄了 拆一下就把它拆 拆变形了 这个根本就不是钢板 这是铁皮的 这里还要把它弄回去 这里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门就能打开了 现在这个门 保险杠 保险杠拿过来了 然后那里面估计是一个厚实镜的总成 应该是 喷好了再装 它这个我看它样子应该是 要装好了再喷 再喷漆 装好了再喷漆的话 它里外又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现在这个厚实镜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它这个厚实镜 这个颜色不对 我那个是 你看磨砂黑的 它拿过来 这个是 就是黑色车的 一个光亮黑 这个估计还得重新掉配件 到这个 就换一个 看一下我这个车 拆的什么样了 现在搞上新的配件 这个先装再喷漆啊 先装再喷漆啊 这先装再喷漆 这个等一下还要拆一次 这里还搞算 这个质量不太行啊 还没有安装 这里就破了 你这个还要焊 你这个还要焊 老板 你这个扫一块 你这就不好搞了吧 你你你那个你说 这里这里断了哈 这里裂了 这里裂了好搞 你这里扫一块 你你这个都搞不了了 这不缺吗 这都怎么搞 这还缺一块 缺一块呀 你看嘛 这又没又干脆呀 又没 你这个缺一块 你这个就不就就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就在这看了 你那你裂了 你说你给我 不上 装螺丝那一块就不在了 你看那边 那边装螺丝的孔 这边直接掉了 这里有个很大的裂 裂开的 配件不正确啊 这个 这个保险杆 一个是裂了 还少一块 反光镜颜色不同 现在难搞咯 这个还得还几钱了 这个搞好 配件不对 哎呀 缺胳膊扫腿的 这个是 然后后视镜颜色也不对 没有就是找了几遍呢 这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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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番 这一 tele 老公你磕得一天走 因为你 你要从外地化过来的 不是啊 你这个 你这个 那些都都要这个 你一个见的吗 一个见的 你一起一起就都花回去了 是吧 你返回来不一定其他地方可来人的 你让说说着的划过来都是烂的 不是这样子说的 你说像这种地方了 那是不是关键不是很大 那里他是他是一个重要的口 他有螺有孔的知道吧 他有那个装螺丝的孔的 你自己啊 自己就是你焊一块在上面 他也有点不稳活的 是吧 反正这个坏的你 你把他给你把他拿回去 是吧 你把你那个裹哈里往这里 我这个人不一样 我这个他材质都不一样 你知道吧 他原厂的东西跟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材质 你弄了现在都改进了就点了碰 现在开过来洗车了 看我这个洗车了 然后洗了车 估计他调色的师傅过来了 还是他们还是想把那个保险杠给补一补 补就过来 修一修补一补 然后看怎么装上 这里面这里也是碎的 你这个搞毛巾啊 这不行了 老板说这个给我沾上一下用着 这个给就是面子搞好 外里面的话 就是反正弄都不掉嘛 意思就是就行了 然后这个材质啊 看一下 他还是有区别的 他厚度啊 这些材质跟原厂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这少个孔 少个螺孔 因为到处都是问题啊 这里缺一块 这里也很大个裂口 然后这里还少少一个那个螺孔 车洗干净了 配件还不洗啊 开始补保险杠了 打钉子 补这个 然后再在拉上面 消一块下来 消一块下来 补在这上面 他这个材质还是不一样的 那个材质 这个原厂的这个材质啊 他你看着就厚很多 而且要重很多 这个现在已经补上了 打了两个钉子 等一下再打点胶 他这个保险杆质量太差了 又脆 而且这个后保也很不均匀 像这些地方 他直接就裂开了 搞死你了 把之前保险杆这个脚 剪一块下来 不在这个换着一块上面 这这更切不动了 太硬了 那热风将一吹嘛 一吹就好减了 这个太硬了 缝缝补补的 这么大的风 而且孔也对不上 到处打着焦 这边也是打了针 打了焦 这个绳子拉着的 不然的话它会裂开 缝缝补补的 这一块给补上了 这个多丑啊 这个 这边也堆着焦 这里面也堆满的焦 现在换地方了哈 还要绑一下 啊 绳子 对这兜着一点 兜着一点 我慢一点没事 现在又换了一个地方了 这车挺多的啊 折腾了一天 今天我这个车是搞不好了 真的是发过来的配件也是不是这里问题就是那里问题不是这里断了就是那里缺胳膊扫腿了那里缺口了哎呀最后还是我妥协了因为我确实等不起了 然后他在那里把我的东西一顿乱拆最后还是弄到外面来修来了就是外修嘛 这就是人生地不熟的原因嘛 像这些巷子的话这里面有很多修车的这些修车的都是比较实惠的 他们外面这些马路边呢或者是他没有做这个业务的他也在宣称做这个业务然后他可以 转去中间这个 转差价嘛哈 这个也可以理解的 一次一次的妥协 最后还是没有最后还是没有把车搞好 估计要明天的啊 然后这个事情呢说来话长啊 嗯今天我还不能住车上了我还要去 找酒店住 然后这附近的酒店呢特别特别贵清养这个地方为什么酒店这么贵呀 最便宜的哈就156就这附近的哈 然后圆一点的就像比如说像市中心那些地方就比较便宜 市中心那些地方也有560670的哈 最低的最低的就要560 然后我现在拿着一包东西 叫了一个滴滴 叫那个滴滴往市中心走 哈喽朋友们 视频就到这里了 啊 期待我明天的车搞好吧 然后也好 早点出发 我是小明 在这里将记录下我这一路的旅行经历和精彩故事 愿与您分享 感谢观看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个赞 谢谢大家